女友有个形影不离的闺蜜 总是半夜去闺蜜家里 只是这个闺蜜是男生罢了 结婚前一夜她喝醉了酒 靠在她那个闺蜜怀里呜呜地哭了 一腾城是不是因为我不爱她 所以没那么高兴 你当年不要我到底是我哪不如她 我看着她口口声声 轻如闺蜜的男生变了脸色 我想总要有人挑拨这层窗户 只从她伸出手 你好她的前男友 柳如烟不胜酒力我是知道的 明天是我们的婚礼 今晚是她的单身夜 我以为她走个过场喝两杯 就会和我回家 但进了包厢半小时 我才发觉她或许是想喝死在这里 她坐在我和她的好闺蜜 一腾城中间 这也是恋爱三年龄 跟她的朋友们 每次见面的固定位置 从我们确认关系后 她头一次带我见朋友 她就搂着一腾城的肩膀 冲我大咧咧接手 这是我的好闺蜜 我俩过命的交情 她没细说过怎么个过命法 但我对那个帅气的男生 不自觉地涌起一股一样的感觉 她看上去和闺蜜二字相差甚异 像那种高中校园里的校草又醇又浓 笑起来十分温柔 次次聚会都会热情招呼 时间久了我渐渐为自己心痛 隐隐的那点粗意对她心存欠求 尤其在知道她早有相恋多年的女友 更是放下戒定 此刻柳如烟喝得迷糊歪倒在她肩膀上 她不推不惧伸手轻抚着她的后果 一副习惯使然的样子 我拽了几次都未卜 正撸起袖子打算使全力拉她起来 她却人意歪直接钻伊藤诚怀脸 我满心歉意地看见伊藤诚又伸手去拉柳如烟 却在快要触及柳如烟时生生僵在半空 只见柳如烟满脸湿泪紧抓着伊藤诚的手 伊藤诚我要结婚了 你说是不是因为我不爱她 所以我才没那么高兴 我满身的血在那一刻瞬间冷却 她说不爱的是我吗 所以她从不吃醋 哪怕有人一直对我穷追不舍 她听了也只是笑到行情不错 说明我眼光不错 一个为了求婚的时机 可以是偷偷准备了大半个门 原来爱的不是我吗 柳如烟哭得像个孩子 伊藤诚伸手摸了摸她的头 她仍是一罐温柔的母娘 丝毫不在意男女界限 不在意我站在她们面前 而她紧贴着她的颈部 这画面让我觉得分外刺眼 她哭得这么伤心 是想到几个小时后要娶个不爱的人 她明明有很多机会可以挑 我也从不是纠缠的人 何况当时追着我不放的难道不是她 柳如烟的闺蜜们甘大地在一旁替她打圆场 李世雅甘笑着搓了搓手 嫂子她这可能是婚前焦虑症 就是就是平时越大咧咧的人越容易有心事 我脑袋乱糟糟的什么都听不进去 柳如烟就像是要把我脑中的一团烂马 快刀斩断似的 她贴着伊藤诚的胸口呜呜的哭 伊藤诚你老实说你当年不要我 到底是我哪不如她 我为了你连命都可以不要 为什么你不要我 满是寂静她的话如同平地精美 伊藤诚仿佛烫手似的脸色和便推开了她 搜的站起身来眼神却躲闪住我 柳如烟你胡说什么呢 喝点酒撒酒疯没完了是吧 我看向她明显冷了的脸 还是头一次见她动你 其他人已经冲过来把柳如烟拉到里边 李世雅索性拎起桌上的冰头 兜头给她浇了下去 嘴里也是骂骂咧咧喝死你了 一喝酒就这得行 冰块咕噜咕噜地滚得到处都是 像我无处遁形的那颗心 柳如烟已经清醒了几分 看向我的眼神从茫然渐渐恶然 她有些慌张地站起身来 可我已经咬着下唇默默地往后退了几 眼前有些模糊我垂下的手把大腿扣得伸透 我知道不能哭的哭就输了 心底那一刻似乎听见了什么东西崩断的声音 那是我对柳如烟最后的一点心愿 好闺蜜该是念念不忘的前男友吧 三年前在画展上我与柳如烟不弃而喻 隔天她约我吃饭 鬼知道我脸红心跳的低头确认了多少次信息 她是年少成名的天才画家 而我毕业不久朝九晚五地当社主 她不知道看她的画展是我几年的心愿 一连数天我被她约出去看电影看展光影 我紧张得连手脚都不知怎么放才合适 直到被她看出她勾起唇角笑得也不容易 继伯大概紧张不该是我吗 你看不出来我在追你 那一瞬间心底涌起狂喜 仿佛仰望的繁星突然堪堪落在了掌心 但我的不安让我无法那么快接手她 跨越在我们之间的鸿沟 似乎不是那么容易舔平的 她很坦诚慢慢来我不止 我知道她一进画室通常两耳不闻窗外时 一待就是数十个小时 但她每次都会在间歇发消息给我 近画室了三个小时后跟你联系 画完了我现在想让你带我出去吃东西 当我开始不自觉地反复确认她的消息 我知道沦陷只是时间问题 确认关系的时候她带我去画室 遍地的小巷是我的特颜简映 还有某一瞬间放大的背影 怦然的心跳让我猝不及防地低着头怕被她听见 角落里的画架上盖着宽大的白骨 我好奇她无奈地胡而清晓 失败的作品不堪见人 她手腕上有条长长的伤疤 看上去触目惊心 我问过她漫不惊心地说是过雕刻手桌伤道的 我们彼此坦诚相待 免不了提及过去的情史 看我羞红了脸说她是我的初恋柳如烟愣了一下 旋即笑得眼角弯弯 嘴角更是上扬得如同压不住的 AK 但问到她的前男友是柳如烟却神色暗暗 她和我最好的闺蜜在一起了 我郑住既然是深深的心头 瞎了眼妈放着这么好的她不要 我好奇过她但柳如烟绝口不提 只说时过境迁 我早就放下了 此刻我看着眼神躲闪的伊藤城 再看向局促不安的柳如烟 好一个放下了 三年里她接伊藤城的电话 无论多晚拿起钥匙就去 我是婚纱时她靠在墙上 眉眼含笑地低头和她发消息 偶尔我缺席的聚会也都是她送伊藤城回家 我不是没有怀疑过 但她的坦然让我很难往生了下 她自己在这边天高黄地域 好闺蜜我们不照顾 我那时就该紧觉得 怎么怕谁都不走 只找柳如烟呢 拾起桌上的冰水我一眼尽 脑袋一击凌人也冷静下来 我走过去拿外套面无表情 我先回去剩三个小时该准备婚礼 笔服还挂在房间里 我的婚鞋还是柳如烟亲自挑的 在陪她来过单身夜前 房间已经挂了传扑的婚室 我转身往外走 那满室的喜气洋洋在我眼前一闪过 蕴烫着眼眶分色从心间翻涌 柳如烟冲过来 声音软弱却像无声的命运 你喝酒了在这睡一会儿 让纪伯达打车就可以了 她神色复杂嘴唇 捏如着欲言幼稚 我勉强挤出一丝笑来 我等你来接我 我这句话像一颗定心丸 让她整个人都松懈下来 她眼里微微亮起望 仿佛还是那个让我信任的柳如烟 李世雅起身要送我 我连连摆手 我自己可以 亮呛地推门出去 似乎也彻底将时光抛在了身后 眼泪夺眶而出 我几乎看不清脚下路徒 心却异常清醒 我在她心里 怕是连替身都算不上 被爱蒙蔽的记忆 抽丝剥茧一一对应上 车子在画室门外停下时 我连飞奔的脚步都是发抖的 亮起灯来 我颤抖着手 掀下角落蒙着的白骨 细碎的灰尘飞扬 画不上浓墨重彩的那张容颜 让我连呼吸都凝制了 是微醋眉心满腹愁绪的伊藤诚啊 这哪是她失败的作品 这是她无处安放的爱恋 我对柳如烟在前犬的情愫 在这一刻也沉入深海 叫来的出租车司机已等在楼上 我颤抖着手在浏览器搜她的名字 看着数年前她为爱割腕的救我 只觉这三年荒诞可笑 我上车时嗓子干涩只是无声的落泪 司机数次欲言又只小心地推了推纸惊包 阳光从东边缓缓升起 我已在数百公里外的高速路上 柳如烟这次是我不要你了 我在边陲小镇的旅馆里昏天黑地地睡了三天 在醒来时整个人正正地坐在黑暗里发呆 那种揪心的疼已经渐渐消途 人也越发冷静下来 爸妈总说我是属无归的遇到 时就立刻缩进龟壳里 那会柳如烟听他们讲我小时候的糗事 笑得刺着一排白牙 她伸手摸了摸我的头生掉温柔 以后我是你的庇护所 你只管往我这抖就好了 到底是情话撩人我竟然真的醒了 低头看着放在床单上的手指 中指那一枚情侣戒在月光中发着悠悠的光 她说婚礼时要用婚戒来换 我拔了下来从敞开的窗口狠狠抛了出去 离开的那天我拔了手机卡 也忘了自己随手丢哪去了 隔天去办了张心卡 我有点不安的给家里打电话 响了两声立刻被接起 可那个疲惫不堪的声音却让我惊慌 记过他是不是你 我深呼吸了下努力让自己声调平稳 柳如烟让我父母接电话 他急切地问我你再拿我去接你 我不得不重复一遍把电话给我父母 他还想说什么 但显然电话被我爸抢了过去 儿子啊你说 没有指责没有难用 一下子让我的眼泪又没憋开 我吸了吸鼻子一字一顿地告诉他 我想出来散散心 过阵子回去手机卡掉了你们不用担心我 我爸连连点头 最后突然问我 你和这丫头他显然提高了几根音量 生怕旁边的柳如烟听不见 我蹲了下爸爸我和他分手 分手了呀 行我知道 电话挂断前我隐约听见柳如烟的声音 记不答记不答你听我解释 但他没机会解释了我爸挂的干脆利用 把账号都重新绑定登上绿泡泡 已经是婚礼后一周的事了 看着满屏的消息 不难想象我爸妈这阵子有多焦头烂的 我心里有点愧疚 他们总在替我收烂摊子 我迟迟提不起 忍气点开置点里柳如烟头顶的小红尾 最新的一条是几分钟前发的 记不答婚礼我推后了我等你回来 我没了下点头像拖到尾点了删除好友 好像连分手都已经不屑于和他说亲 在我与话簿上的伊藤城面对的那一条 对他的感情已如打翻的染痒 夹杂在一堆消息里的还有李诗雅发来的 姐夫你和如烟有啥心结 当面解开他现在很痛苦 我哑然痛苦有多痛苦 无非是一场将就的婚礼无忌而终丢了面子 许的不是今生所爱 他该有劫后余生的痛快而不是痛苦 我删了李诗雅也退出了所有与柳如烟相关的局 那些好奇地探究的亲友们的追问 足以让我了解那天的兵荒马乱 但都过去了 睡前我爸给我打来电话 儿子啊 你想在外头逛多久就逛多久 不是多大的事 我本已沉浸的心又抽了抽眼眶发散 他甚至连理由都不问 只知道我受了委屈再次躲进龟壳里 我抽了抽鼻子掩不住的哭腔 我明天回去爸你来接我 他欢喜得忙不迭应声 挂断前又壮丝无意地补了一句 那丫头在咱家楼道待着不走 我不觉冷笑不走是吧 正好我在龟壳里也待够了 我从始至终没扇一藤城 抛开别们的情绪我是真的好奇 他为什么当年不要他 出机场远远我就看到父母看头不住往里张望 冲着他们招了招手 我也看到了面凉卢水的一藤城 他看我实眼神里多闪一如那天晚上 声音窃窃的倒计博答 我觉得我有必要跟你解释一下 我笑了下冲他伸出手来到你好他的前男友 他的脸色一瞬间变得有点苍白飞快地低下头去 我爸的目光在我们俩之间来回缩许 但我抹不住地冲他实眼色 他只得抿着嘴脸下满腹的好奇 他在车上显然很不自在双手脚紧放在腿上 这让坐在他旁边的我道渐渐放松下来 他好几次画到嘴边又瞟了一眼前排我后面 声声咽了回去 许久才壮似无意地问我 你怎么想起来让我来接你 柳如烟在我家门口 我想只有你能劝走他不是吗 许是我语气里的轻飘和嘲弄让他有些不适 一藤城的脸色沉了沉 气泊打你没必要这么阴阳怪气 话说出口他又有些心虚地看了看我爸妈 那双手搅得更紧了 我自认不是多勇敢的 让我自己面对他我觉得我可能会失落 可前排坐着我爸妈说我上是气人又能怎么样的 本来他们就是我最坚实的后盾 车子挺稳一藤城犹豫地走在最后 几乎是被我硬拉着上门 他的脸色越来越差浑身都僵硬着 到了门口远远的我看到了柳如烟 头发蓬乱眼神疲惫他坐在地上靠着门 整个人颓丧到极致 连抬头时的目光都有些浑浊 哪还有当年让我怦然心动的感觉 他看到我粗然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气泊打你回来了 只是看清我身旁的一藤城时却又暗暗 我面无表情地走过去开门 冲着他俩做了个请的手势 里面做我的前任和前任的前男友 想要在线吃瓜的我爸被我妈硬生生拖走了 家里就剩了我们仨 一藤城的脸上是大写的当大甚至还有些愤怒 他看了一眼柳如烟你们的事能不牵扯我吗 柳如烟仓皇地看他一藤城对不起 我没忍住笑出了声 他该道歉的不应该是我吗 一藤城沉着脸坐下平息了情绪 在开口诗语调理多了几天稀罗 我和他之前是有过一段那都是几年前的事 你现在咬着不放有意思吗 他瞟了我一眼冷哼了两声 如果你是因为我才逃婚的大可不必 我没有要吃回头草的打算 这话让柳如烟的头又低垂了几分 我点了点头我知道 他压抑地看我那你心事动作拽我来是做什么 我好奇啊抱持着对人类的好奇 柳如烟一个抛弃你和你最好的朋友走到一起的人 就这么让你放不下吗 他额头不断地滴落汗水 整个人如坐针毡 他续续地解释那天只是喝醉酒 我抱着双臂靠在沙发上 果然在自己家连底气都足了几分 好闺蜜你是怎么好意思当着我的面 这三年跟你的前男友勾肩搭背说是好闺蜜 他的目光里满是心虚 嘴唇颤抖着却说不出一个字 反倒是一层城吃笑了下 分手了做朋友很正常 我和他认识那么多年 做不了爱人做闺蜜也不行 他叹了口气又目光悠悠地看着我 继伯答他如果不爱你照实说就行 何必这么藏着掖着 我被他这突如其来的茶味熏得有点眼花 下意识地伸手指了指吸手间 好闺蜜你俩上厕所也一起吗 好闺蜜 你真粗俗他柳梅倒数 但我一脸认真的看着他脸 还有你那个在异国他乡读国的女朋友 知道你和前任是好闺蜜吗 知道你隔三差五 一个电话大半夜叫他去家里吗 伊藤城的脸色一下子又红转了 我却心情畅快多了 在疗伤的那一周里 每每想起过去三年 与柳如烟的相处都让我忙过 好闺蜜前男友 出于对他的信任 我相信了好闺蜜的事 哪怕我最初对一个女孩 混迹在他和闺蜜之间 与他过分亲密地举动心生不快 但他次次都给足了安全感 深夜伊藤城很多次打来过电话 柳如烟开着免提笑营营的街 我和纪伯达在吃宵夜给你点米粉 如今听来他次次都在给他答案好 以为是闺蜜 他的手机从来不介意让我看 聊天记录里偶尔出现 也挡不住柳如烟的蠢蠢欲动吧 再看向他视我的眼里 已没有一丝留恋只剩了厌倦 所以你还来找我做什么呢 柳如烟不爱的人 连分手的必要都没有吧 他搭了着肩头许久站起身来 他不由分说地拉起一腾肠 走到门边时却堪堪停下载 他没回头声音里满是疲惫 纪伯达你还没冷静下来 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谈 他微微地偏了下头 却仍是不敢看我的样子 我不同意分手婚礼舞推后 那句话轻飘飘的 我甚至以为自己听错了 或许是我以为不爱 但我怎么会愿意 取一个不爱的人 我不知道他是在对我说 还是在试图说服他自己 这颗被我捧在手心的心情 好像已经失去了光阔 我的生活重又恢复了境 换的工作依然是朝九晚五的社图 心同是没人知道 我和柳如烟的关系 这让我过得格外安逆 只是偶尔搭地铁时 会看到广告牌上柳如烟的画展海报 抽丝剥茧的记忆逐渐听错 我时常想起李施雅酒后誓言 柳如烟的前男友是他的创作谬思 他那时画人像天下无敌 那时坐在他手边的伊藤城面色如潮 甚至还能微笑着给我递准 我像现在一个知旧的严密的网友 心同是随手拿了放在斩架上的折叶海报 看到兴起处指着让我看 艺术圈的浪漫大底就是这样的 他不住的嘖嘖动不动就是致敬无爱 我寻着他的手指看过去 海报上是柳如烟的侧眼底下一行加粗的字体 致敬无爱留住光留住你 我不觉哑然失笑想起那花架上的伊藤城 那画面像用磕刀早在我心间想望也忘不了 没没想到柳如烟是在什么心境下去落下每一笔的 我对他的感情就在不断地冲淡 到了最近我已经很少会想起他来 身为的情感大师妈妈说过 当你不是时时想着他 而是偶然才想起你可能已经不知不觉忘了他 我觉得他多少说的有些道理 几天后和同事团建 对面包房的门打开走出来的人 彼此抬头打了个照面一时之间都愣了下 李诗雅率先反应过来有点惊喜 姐夫你来找柳如烟的 不是我花音未落 他已经抓着我的胳膊着急往包房里来 柳如烟姐夫来接你了 他喝得有点蒙手劲不小我正脱不开 他眼正对上坐在当中的柳如烟 他有点惊慌地突然站起身来 原本靠在他怀里的伊藤城意识脱力往旁边歪掉 他本能地伸手小子 又在触及到我的目光时堪堪止住 我不觉失笑缓缓松开李诗雅的手顺带揉了揉手段 我不是来找你的碰巧而已 醉得双眼迷离的伊藤城却拉住了他的一脚 他的声音软眠如烟别不要我我只有你 声音里的委屈和哭意配上他神色中的复杂句 我失笑了下转身往外走 回到和同事们的包厢 有人正在扯着嗓子唱给跑一样 爱不爱我已经没关系 一点小伤而已 我哑然地低头倾笑可不吗 一点小伤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 唱到凌晨同事们三三两两地打招呼散了 柳如烟从路边朝着我看过来 两眼通红紧抿着嘴唇 我面无表情地从他身边经过 他伸手有点窃窃地抓住了我的手臂 纪博答 我有点好笑地看着他有事 他却像是脱离式地缓缓蹲了下去 只是抓着我的那只手始终不肯放开 我好几天没睡了你让我缓缓 我想起他从前每次办话着 都是几天几夜不睡 有兴奋也有紧张 那时我还好奇地问他你都办了多少次 怎么还这么容易交流 他无奈地笑伸手揉乱了我的发路 无论多少次都一样紧张 就像我们已经三年了 我每次看到你还会紧张 怕你随时会抛走 我那时郑重其事地从他做保证 如今想来只觉得可笑 后来倒是越来越彼此心爱 只是如果一切都是建立在虚假之上 又有什么可留恋的 许久他有点苍白的脸色回了些色子 他站起身来定定地看着我 我想这些事由我来告诉你比较好 然后你再考虑要不要离开我 他说伊藤诚分手地在一国他乡独博的那位好公 轻描淡写地打了个电话 无论伊藤诚怎么挽留他都不为 我早说过让你来这边陪我一起 但你说人生地不熟不想抛弃之前的圈子 可是你想过吗 我在这里也是一个人 柳如烟在说这些的时候 不时地看着车道上穿流的车子 他说他和伊藤诚从高中一直到大学都在一起 他没想过他们会分手 在他一次次世界各地去办展参赛时 他以为他的谬斯总会留在原地的那 直到那次提前回来 在他和伊藤诚长相厮守了许多年的画室 他看着他的谬斯一丝不惯 而他笔是最好的闺蜜TV在画他 他眼里流转的光彩是他那么多年都不曾见过的 他和好闺蜜扭打成一团满地滚落着油彩 历劫分开十一藤城却抱住自己的闺蜜 那一刻他就知道他输了 柳如烟像是说累了一屁股坐在了道眼上 他们成双成对像是跟我们都割裂开了 可我发疯了誓得想念他直到那个人出国 我好像找到了和他相处的方法 我不觉倾笑 和他姐妹相称是吗 在他一个人孤独寂寞冷的时候 以闺蜜的名义照顾他 他垂着头深深地把脸埋在膝盖里 声音问声问气的继伯答我只是习惯了 他说习惯了喜欢他他微微叹息着 习惯到我看不清自己的心直到你离开 他说他那么多年放不下或许是不甘心 他抬起头来看我 那双眼一如我从前喜欢的样子 可是却没有怦然的感觉了 我心里那颗天台的星星早就陨落了 远远的我看见李世雅跑出来 他走过来使满头大汗看我也有些不自质 一腾城他柳如烟你送他回去了 两个人搀扶着一腾城出来他对得一塌糊 李世雅低着头不敢看我 匆匆地把他的外套和包塞到我手 姐夫对不住可是一腾城跟我们这么多年了 我失笑地看着手里的东西 在抬头看着柳如烟半抱半吻他 代驾赶来柳如烟红着脸扶他上了车 又眼巴巴地盯着我 李世雅在一旁拉开副架点头哈腰的 姐夫麻烦了 车子飞驰我开了车窗让冷风吹进来 一腾城的声音如同在呢喃冷如烟我冷 我置之不理头迎着冷风 坐在后面的柳如烟一言不乏 等到了住处他俗着一腾城下来当当正乏 我把手里的东西一股脑塞进他怀里转身要走 他堪堪腾出一只手来抓住我语气满是起酒 纪伯达别这样晚点我送你回去好不好 不必了 他死抓着不肯撒手 我忍着满腔怒火到底收住了脚 等到了门口 眼看柳如烟腾出手熟练无比的暗密码 我心下的冷笑声几乎要在胸前里有回声 他像是察觉到了市的一边 把他往里带一边解释 我们这群人都知道他的密码你不要误会 他费力地把一腾城安顿在沙发上 习惯性要伸手帮他拖鞋 却又硬生生地顿住手 他有些慌乱地抬头看着我 我只是习惯了 我笑了下挺好的习惯继续保持 他的脸色顿时又白了几分 善善地低头慌乱地从衣兜里摸出烟火来点一根 我甚至都不记得他会抽烟 借了很多年了我知道你不喜欢 他垂着头坐下来 那个画长我一直在等你 其实他的画长我去过 在宽敞的美术馆里 我转了整整两个小时 画框里我看到了 自己那三年的时光是怎么流逝的 微笑的我生气的我落泪的我 在他的笔触下 我看着不同的自己只觉得墨水 离开的时候 我在旋转人的锅里上看着自己 似乎什么都没变又好像一切都变 他抽完了一根烟定定地看着我 我以为让你冷静一下 那个星期熬过去就好了 他似乎笑得有点无奈 你爸妈一定烦透了我 他们问我为什么你会突然走 我发现我说不出话来 他说直到那一刻 他才惊觉那些他觉得理所当然的事 拿出来说是不堪的事 隐匿而卑鄙 他低头说着手无意识地走发 后来你回来了 我想一切还可以往 可我发现其实我们是一样的人 在无能为力的结果面前只会躲避 他垂着头 这一个多月里我一直住在画室 我不停地在画 眼泪从他的眼角轻轻滑落 滴在他的手背上 我突然发现我画不出你的样子来 画不出你眼里都是我 他仓皇地抬手 擦了下眼睛深呼吸了下 躺在他旁边的伊藤城 发出微微的憨声 似是不耐地哼起了一声 他微微偏头看了一眼 又飞快地垂下头去 我沉默地看着他 看着他直到现在 仍被所谓的习惯不自觉地捆绑 不觉低头笑出了声 别为难了遵从你的本心吧 他粗然地抬头看我记不打我 我连最后的一丝耐心也消失了 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结束了早就结束了 从你脱口而出说不爱我的事 再次见到伊藤城市几天之后 他被前台同事带进来 他脸上挂着淡淡的心 周围同事好奇地打亮 我只能硬着头皮带他去会客室 一落座他先开了口 我听李世雅说 那天你也送我了谢谢你 我不知可否有点看不懂 他找上门来的目的 没得到我的回应 他有点谎实 片刻后才缓缓地说 我想了挺久地来找你 可能有点冒昧 但我不想失去柳如烟 我希望你还是可以跟他在一起 我挺无语地看赏 吃得看着他 你好像应该去找他 他脸色微微变了影调 也滴了下去 他现在谁都不见整天 把自己繁琐在花式 李世雅说 他以前跟我分开的时候也是这样 他试探地开口 如果可以 我希望你能原谅他 你们真的很般配 我不觉冷笑凭什么 他有点焦急地看着我 我和他不肯和他 我心里很清楚 我有点不明所以地盯着他直说 他犹豫了下 那天我在门外敲了很久 他都不肯和他 他说如果话得出 当时还爱他的 也许你们还有机会 我饶有兴致地问所以呢 我去弄断他的手 让他恨透了我 他瞅怒地看我 我没有让你毁了他 现在我已经不觉得 他是傻子了 他更像个疯子 他像是破釜沉舟似的 定定地看着我 柳如烟就是这样的 永远只爱离开的那个 原来他什么都知道 他恋一个又不愿意放手 另一个 所以我就该做那个留在身边 不被爱的文字写是吗 而他是永远若即若离的诛杀纸 我冷着脸把它撵了出去 有好奇的同事凑过来 问那个的男的是女朋友 一个疯子谁沾上谁倒霉 永远只爱离开的那个是吗 我请了假打了个车 他赶回把床底下的纸箱子翻出来 抱着那个大箱子 一路赶到了柳如烟的画室 门被我敲得震天晓 他过了许久才慌张地来开 眼神里乍然绽放光彩和星星 他捏如着我 知道我就知道总会等得到 他不由分说地拉着我进画室 画架上地上到处都是潦草的画室 是我 都是我 歪倒在墙角的那个画架上 一腾成的画像隐藏过不看 像是被美工刀狠狠画过 我看着好笑 再看着满眼稀迹的柳如烟 更觉好笑 我把箱子灌在地上 那些他曾经送我的画像 全都散乱落在地上 他心疼地低头 我已经摸出打火机暗动 随手拿起一个点了边角 火焰烧起来的瞬间 他满目仓皇惊叫着扑上来 我冷着脸随手丢进一旁的铁桶 火焰在触到水的片刻熄灭烟 他失落地跌坐在地上 整个人像被惊为劈到似的 我走过去把触手可得的所有画纸 都尽数撕成了碎片 那些残破的画像散落在他面前 他也彻底地白了脸子 他颤抖着手去触碰 又仿佛触电般地闪开 做完这一切 我终于感到了久违的轻松和畅怀 我蹲下来 平静地看着他 如果可以 我希望你这辈子都画不出爱人的样子来 你这样的人就不该被爱 活该当个舔狗盯着别人不要 他浑身都在发抖摇摇欲准 也就像地上残破的话 李士雅给我打来电话时 气得连声音都在发颤 纪博达你要毁了他吗 他现在把所有的话都烧了你满意了 满意怎么不满意呢 我挂断手机丢在一旁 继续吃我妈烧的排骨 我爸在一旁试探地问 我要不要再出去散散行 我摇了摇头 躲归可是一时的 我总是要出来面对的 三年换一次发疯 怎么算我都还是亏了 半个月后 电视上网络上铺天盖笔 都是天才画家宣布封闭的消息 我妈扔着瓜子可满脸笔 画不出来就画不出来 动不动就是谬思勇诗从此封闭 我正躺着刷一出狗血的苦情剧 看着女主苦瓜式的追赶 那个不爱自己的男主 后头苦苦哀求 我愤愤的怒发淡沫 观众的乳腺也是乳腺不爱 还追个屁 不过是失去了一个 不爱自己的人 算不上什么损失 几年后我出差 在机场百无聊赖的等会 有人在我面前停下步子来 我抬头正对上 李施雅满脸堆响 他好生好气地冲我连练作语 林大人有大量 我当初是气质 我没理会低头继续刷手机 他有点尴尬 靠在行李箱上没话找话 他说柳如烟自从封闭 就很少在跟他们一起 谁也不知道他在哪 倒是一同城 还三不五时地找他们去 他有点无奈的笑 但现在都躲了 大家都要没有男朋友 有老公呢 没有人容得下 自己的老婆身边 有个男闺女 李施雅挠了挠头 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他其实后来追了柳如烟 挺长时间的 我们都觉得柳如烟 是为了躲她 现在连我们都不见了 我收起手机 拖着行李往前走 广播里已经在通知登机了 李施雅在我身后喊了一声 纪伯达其实柳如烟 是爱你的 我摘下耳机 顿住了不止回头 看了他一眼 因为现在离开的那个 是我的对吗 他哑然地看着 我已经笑着摇了摇头 再也没有回头